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压缩的呀 游戏将在8月29日发售 虽然off页面并没有显示 但是之前预避官方承诺过 本作将会支持中文 对了 超级马利奥奥德赛的中文官网也开放了 游戏将在10月27日发售 同步推出中文版 这游戏对于大部分S玩家来说 绝对是必买的吧 索尼大众高尔夫手游突击上架 iOS和安卓日趋 当然也只支持日文啦 暂时不知道是否必须科学上网 喜欢大众高尔夫的玩家 在下个月PS4版游戏出来之前 可以现在移动段上过过瘾 注意不要太磕金哦 最近还有几个游戏的媒体评分出炉 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的最新DLC大师试炼 埃坚评分8分 评价为大师试炼给出了值得一玩的内容 但是缺乏了《荒野之息》本体所带来的震撼 看来大家想要震撼的话 还是等年底的四音节剧情DLC吧 《古火狼》三部许和机 埃坚给出了8.5分 GS非常严苛的给了6分 评价简而言之就是游戏的系统与玩法 和20年前的原版一模一样 现在玩起来太过老旧 只剩下秦怀了 这么说好像也没错啦 不过秦怀本身也是加分项吧 还好其他媒体比较有颜色 46家媒体平均80分还算不错 预避宣布将在7月11日 为PC版的刺客信条启示录 新增简体中文支持 对应Steam和Uplay平台 至此PC版的刺客信条 IG2三部曲都会支持中文了 而主机版游戏 在去年推出的重制版合集中 已经支持简体中文了 原版游戏则不会更新中文 那么大家希望育碧焊化的下一部游戏 是什么呢